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吸收空间中的会煞之气 恢复原本的干净清新 对身体不好 罹患疾病的人能够缓和症状 让身心都好过一些 从风水命理的角度来看 人之所以会生病 与泛道病福星有莫大的关系 先找出住宅中的病福星方位之后 再放置葫芦 即可达到保健康之效果 用法如下 一 在床头放置三个葫芦 二 准备两个葫芦 一个挂在门背上 另一个则挂在厨房门上或厨房内的炉灶附近 三 除了上述地点外 也可找出病福星方位所在 将葫芦放置于此 二 去病化煞 在风水上 令人运成组织并带来疾病的新药 都是五行属于土 而葫芦即拥有化解土煞的功效 如果在葫芦的底部及盖加上八卦图案 便成为效果更佳的八卦化煞葫芦 为何能化煞呢 原因有三 一 葫芦有两个圆形的葫芦身 圆形属金 可化土煞 二 八卦为天地万物的符号代表 能化解各类不同的煞气 三 葫芦嘴窄身肥 所收煞气 易入难出 葫芦在风水中最常见的 有如下七大风水开运化煞作用 一 化解横梁压顶 横梁压顶也是室内最常见的煞气之一 所说的横梁压顶就是室内屋顶上的横梁下方 突出屋顶一块 下面要是正好处于睡床 沙发 书画 餐桌 书桌的位置等 有人的地方 这在风水上讲是不好的 容易使人在潜意识里有身受压迫的感觉 睡不踏实 容易做噩梦 对人精神系统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严重的会造成性格上的偏差产生孤僻症 而居住者又长时间在该处休息或工作 便会造成横梁压顶之局 造成身体痛症 化解方法 在该横梁上或两条大梁之间挂一个葫芦 便可以化解横梁压顶之壁 二 化解卫生间浊气 大家都晓得卫生间是产生浊气的地方 这本身就不好 若是卫生间处于家中几个重要的位置 那就更加不好了 家中最重要的位置是西北方 这个方位是男主人和事业的方位 卫生间在这个方位 当然于家中的男主人和事业不利 西南方是女主人的方位 卫生间在这个位置 对女主人的身体健康和事业都不利 东北方位是家中未来二十年的旺气房 主着一个家庭的旺气运势 这个方位有卫生间 当然也会影响到家中未来的运势 正东方是男孩子的位置 这个方位上要是有卫生间的话 对男孩子的身体和学习不利 东南方是女孩子的位置 这个方位上要是有卫生间的话 那就与女孩子的身体和学习不利 化解方法 家中的卫生间要是在上面所说的位置上的话 可以在上述的方位挂上一个天然葫芦进行化解 所说的流年煞气就是每一年中对大家不利的气场 也就是三元九韵的流年飞星中五黄位和二黑位这两个方位 九宫飞星中的五黄星和二黑星都与疾病有极大的关系 也就是病气场 今年的五黄和二黑的位置是在东南和正北方这两个方位 若是你家的卧室 书房 客厅的沙发 或是厨房 在这五黄和二黑的位置上 那就会对身体造成不利的影响 严重的卫生大病 这在居家风水中是最常见的 化解方法 葫芦是依补星象的象征 是承载灵丹妙药的法器 专门能吸收卫煞之气 在化解五黄大煞 二黑病符这两个凶星有奇效 因此它可以化解五黄和二黑的煞气 四化解室内一切邪气 非常多屋子因住的年头过久了 已经过了当年的旺气 现在正处于衰弃之时 或者买的是二手房 以前在这屋子中出现过不好的事情 比如出过丧事 或者是有老人去世过的 或者是屋子的风水格式 本身就有毛病 像压气 阴暗无光 湿润等 有邪气的屋子 大体上会出现下面的一些情况 一般是入住后 人感觉不舒服 老觉得有问题 入住后频繁做噩梦 或者是夜间频繁听到声响 造成精神恐慌 家人身体出问题 以前好好的 就是搬入这个屋子才出现这个问题 搬入新房后 夫妻感情出了问题 频繁发生矛盾 闹离婚 自从入住新房后 工作或事也开始下滑 越来越厉害 化解方法 只要是有上面所说的五种情况中的一种出现 那就是宅内的风水有问题 你可以在宅内的卧室 客厅和入户门处 多挂几个葫芦进行化解 五 化解洋宅泄气过重 有非常多的洋宅泄气过多 风水上将藏风聚气 只有气聚在一起了 才会起好运势 若是藏不住气 那自然也就不能藏风聚气了 导致泄气的格式 是入户门与阳台在一条直线上 就是集气从入户门内进来 直接就从阳台上泄出去了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居家的门和窗户过多 窗是泄气口 门和窗户过多 就存不住气 从入户门进来的气 直接就从窗户上泄出去了 因此也是达不到藏风聚气的目的 室内泄气过多 直接会导致主人的身体不好 还有就是家中存不住钱 进来的钱财总会因各种事花出去 化解方法 葫芦具有收气和旺财的功能 因此可以在窗内挂几个葫芦进行收气 这样就化解了上述不利的情况 六 化解主人身体不好 风水不好对人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 具体细化到多少 至今也没有人能统计出来 说不上哪块不利 就会对主人产生影响 而且是直接会影响到主人身体健康的 不少人身体不好 又因各种原因 无法请大师过去亲身看 就没有办法了吗 在这里告诉大家 假如你自己确实无法查出 是哪块风水出了问题 而自己的身体又不好 最好的化解方法 就是在自己睡床的两侧 各挂一个植物葫芦就可以化解了 葫芦可以吸取病人身上的病气 使其快速地好起来 七 化解室外的一切煞气 假如屋宅的窗户外面 正对病院 病遗馆 坟场或土场 便是犯了阴邪煞 进到警署 监狱是犯了关门煞 而面对垃圾厂 公厕等 是犯了毒阴煞 假如是外面有电线杆 尖角煞 二楼间的天斩煞 高压线发射塔等 公路上的噪音 声煞 等这些都属于煞气 对居住在室内的人不利 时间长了会有损居住者的财运 事业 健康和情绪 也对夫妻关系 及其人际关系 有不好的影响 化解方法 葫芦正好具有收这些煞气的作用 因此 化解室外的煞气 可以将葫芦挂在窗内侧 外面只要对着煞气物就可以了 可见其化煞功能非同反响 除了化煞 还有去病的作用 除病之用 只需挂在病者的睡床尾 或摆放在病者的床头 便可以吸取或化去病人身上的病气 使其快速地好起来 如果是健康人 则可以吸取人身上的晦气 提升运势 葫芦挂在大门上 则有宝屋内人平安的作用 总之 葫芦已成为观赏 收藏 实用的上好家品 是中华吉祥文化的代表象征 三 纳契招福禄 葫芦的音与福禄互录相近 而它的外形圆滚有曲线 看来相当服务器 加上入口小 度量大的特色 仿佛能够广西金银珠宝 挂在财位上 葫芦纳尽了财富 就不意外流 手财巨富功能一级棒 将葫芦放置在生肖财位 可以放在桌上 也可以悬挂在这些方位的门口 或墙壁上 四 增夫妻感情 夫妻感情淡薄 经常为小事争执 这样的家庭将会经营得很辛苦 想要增进夫妻感情 葫芦也能派上用场 准备葫芦一个 最好是同制的或木制的 不限时间 安放在主卧室的床头上 将可收夫妻恩爱的效果 对促进家庭和乐 甚至生育能力 都有不错的注意 葫芦又称葫芦 谐音福禄 草本之物 其知景称为万代 谐葫芦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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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吉祥的象征 葫芦与它的经验 一起被称为子孙万代 葫芦果实里面有很多种子 所以中国人把葫芦作为繁育生育 多子多孙的吉祥物 无论是植物的葫芦 还是铜葫芦 都是有其效果的 但是一定是要排测你的命理八字 和勘察你的屋宅风水后 才能决定如何请 请哪种葫芦 摆在什么地方 至于从风水大师手中请到葫芦 是比自己从市场请效果好 那也要分析 只有选择了真正合适的吉祥物 才能为我们招来好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